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拉铁车吧 这辆大车从这边吃掉水马再从另一侧突出来 只要一开过车道就移动了一格 在深圳投入使用后对交通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但与此同时它还存在一些缺点 例如它体型太庞大在拥挤的道路上反而会增加压力 而且速度还不够快变道还得花点时间 于是日前深圳就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会走路的潮汐车道 马路机器人 这个潮汐车道是一个全国首创的遥控护栏加灯控潮汐的组合潮汐车道控制模式 它的立柱就是个信息处理和机械传动单元 每个底部都有四个电机带动的滑轮 能够像螃蟹一样横振移动 同时它具有智能障碍识别技术 能够检测到护栏变道时遇到的障碍物 还是充电使用的 交警只要按下按钮就能轻松完成潮汐车道的隔离切换了 而且只要一分钟就能搞定哦 配合上分控制车道切换模式确实更加轻松快速了 据悉在试一行期间 道路车速提高了29%了 不过它的价格肯定也不低 万一在事故中毁坏了 交警叔叔和司机可都得心疼了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Maxone创意公园紧急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e创意公园